数以万计的西方国家公民和阿富汗人民涌向喀布尔机场 希望能够顺利通过塔利班所设立的检查站 平安离开阿富汗 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 在8月31日之后会继续努力疏散希望离开阿富汗的人 而目前国务院与阿富汗塔利班的交涉重点之一 就是确保这些人的安全以及喀布尔机场的未来 美国和西方国家表示 如果塔利班以武力夺取政权并施施 只是暴行 阿富汗將成為一個被國際社會排斥的國家 相較之下 中國官員近來為這個聯合國認定的恐怖組織進行洗白活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森英對塔利班不久前對外表態說 計劃組建一個包容性的政府予以正面的肯定 不過 前美國高級官員警告說 與阿富汗塔利班打交道是政治上的燙手善意 塔利班曾經從1996年到2001年統治阿富汗 並且在阿富汗實施嚴格的伊斯蘭律法 例如 位於阿富汗巴米洋山谷 曾經是世界上最高的佛像和世界文化遺產 由於被塔利班政權認為不符合伊斯蘭教交易被通通炸毀 公開處決和編行很常見 婦女大多被禁止工作或學習 儘管塔利班最近表示會改變之前的做法 與恐怖勢力切割 卻沒有辦法阻止希望逃離阿富汗的大批人民 以上是美國之音 駐國院記者站主任張龍香的採訪報道 這次是我們在一起做好 我們會在一起做好 好 我們會在一起做好 從此為好 我們會在一起做好 封密研究室